1999年7月20日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 23年過去了 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依然堅定信仰 呼籲中共停止迫害 週一晚 他們在洛杉磯中領館前靜坐 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週一晚 200多名法輪功學員在洛杉磯中領館前 手持燭光靜坐悼念過去23年內 因堅守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他們希望以最和平的方式制止迫害 中共它迫害的是一群在中國大陸最善良的 這些普通的民眾 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 那麼在過去23年的時間裡邊 沒有發生過一起 法輪功修煉者比如說暴力 報復 那些迫害他們的事件 所以可見法輪功群體 這個民眾 這些民眾是極其的和平和非暴力的 23年前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出於妒忌 發動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的數據 僅今年上半年 就有92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離世 1992年5月 由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傳出的法輪功 至今已有上億民眾修煉 法輪功大家都是信仰真善忍 按照真善忍做人 那麼有非常多的人群 大家在一起練功 那麼這本身就已經是讓中共 這樣是一個邪惡的獨裁的政權所不能容忍 面對迫害的巨大壓力 法輪功學員仍持續呼籲各界共同制止迫害 比如中國大陸的民眾能夠保護那些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幫助那些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那麼海外的民眾也可以 比如說跟他們的各地的一員 向他們談這個迫害 希望他們能夠幫助制止這樣迫害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從1999年7月至2022年7月 已有4828名法輪功學員遭中共酷刑折磨 迫害致死 新唐人記者張博元 徐展成 洛杉磯財粉報導